这个动作叫雀地龙 可以非常好地增加我们腿部的力量 以及胎旋所需要的腰当转换 以及下身与上身的协调 分享给大家 在瀑布的气质上 注意啊 这个瀑布不是说要完全蹲到地下 胎旋 我们这个是有下边有上 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与空间 说下沉的同时 百会学上领 虚领顶地 整个脊柱啊 还是竖直的状态 不是说真正的就把重心 一下沉到底啊 有下无上 好 松沉的状态当中 要有上领的用意 手法呢 右手在右上脚 拳微扣 左手在左膝上方 拳眼微扣 这叫开中有合 第一个动作 重心往左移 注意啊 它是很低的身法 在瀑布的状态下 直接向左 移重心 好 重心移到左嘴 同时我们看左手动作 左手扣拳上冲 这是一重心 右手呢 划弧收至腰间 一 导重心 充拳 合手 就在这个高度 不要有明显起伏 做两个后吕动作 重心到右 摆过来 左手到45度角 右手向后 回重心 摆到左侧 然后在左侧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下沉 左手上领 右手下落 落到一定幅度之后呢 再转跨 这个 也包含了我们很多同学 做太极拳的时候 瀑布动作下不去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我们的 雀地龙 白脚跌叉 很多人下不去 雀地龙动作就是 不能合手之后 直接往下蹲 后腿容易跪膝 通常我们都是 重心先移到支撑腿 加上一个转腰 侧身过来 侧身下沉 沉到底之后呢 再往左转 落这个胯 定势 白脚跌叉也是一样的 落布合手之后呢 不要直接下蹲 这个时候容易跪膝 右转 侧身出腿 落下来之后呢 再去翻这个胯 那你这个 如果是练拳过程当中 瀑布下去 本身就有问题 通过这个 雀地龙这个攻法 把这个问题 也能一切解决掉 侧身下落 上下对拉 然后继续松沉 收胯 转身过来 移重心 冲拳合手 二 三 走外弧 沉 摆过来 一 二 三 四 这个身法也包含了我们前段时间教学当中 所讲的身法里面的六个要点 第一 打胎拳转腰的正确位置 一定是大腿与上身的结合处 跨根这个位置 也结合了我们学过的一个禅词工 后履禅词 单手的话是 每次顺禅都是到斜角四十五度 在逆禅向下 向后 那这个画大圈的同时 手臂的自转 要结合进来 自转与公转相结合 两个手互相扰 刚开始一下下不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个高一点的步法 首先能做到立身中正 能把转腰的正确位置找到 能把手的 和身体的动作能协调上一身领手 随着腿部力量增强 这个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慢慢的把重心再落下来 一共是四个结拍 看一下 一 冲拳 在腿上面 二 向左摆 三 向右摆 四 跨往下沉 头往上扭 一 二 三 转到位 四 看一下背向动作 建议大家收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左右两边都是摆在四十五度角 这是增强我们胎拳功力 增加下肢力量 提高我们这个腰当转换能力 非常有效的一个练习方法 确定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 及收藏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